庙宇 有一艘尖叫出巡的王船 听到在苏厝附近的西边 当地居民并将王船迎接上来 从那时便开始供奉起 戴天巡守的王爷公 庙内主要供奉的神明 是戴天巡守吴府千岁 其中又以礼府千岁为主神 二楼供奉的为天上圣母 而三楼则是观音佛祖 另外因为和王船祭典的渊源 所以还有管床大将军 水炮将军等众神公布在庙内 因为我们的王爷公 算是我们地方的守护神 地方的守护神 阿祖祖和佛祖 这都是祝福为怀 祭祀救民的这个心灵 所以我们乘众辛苦 在我们天来奉仇 就是可以庇佑我们地平安 再信仗 大家合家 可以健康 大家奉仇台电 真护宫属于闽南三进五开市的建筑 为典型大型庙宇的格局 所以看起来十分雄味 殿内供奉的神明金身 是由国宝及师傅 使用罕见的卵身标志而成 因而相当的有艺术价值 正护宫随时都开放给信仲来祈求平安 其中又以高龄八十几岁的海山淑宫 替民众收金 改运最为知名 人潮最多时 每日可是要服务近百位的民众 我们有一个海山淑宫 已经八十几岁了 他对世线 学生的王牙 到现在已经六七十年了 他有收到我们王牙的支持 可以替我们信仲 平常是可以替我们信仲来改运 来收拳 输错第一代天府最大的祭典 并是三年举行一次的王传祭 王爷会乘坐王传出巡各地 赐福与信仲 看到这些王传就是我们民国四十七年 我们本庄的王牙到刘营 做后王牙交代 只是所做的王传 这整个都是块木 全都去所做的王传 这些王传是要让我们王牙 坐在出巡全台湾国地所应的 这户工变相以嘉年华的概念 不只是复兴庙会的义政 也借由这个机会 把传统文化推广出去 我们庭庙庙的一些艺庭 已经渐渐末落 包括室团 所以我们庙屋有这个职业 来提供这个表演的专属 然后我们去全国庙会藝人嘉年华 来邀请到全国国地的藝人 来到这个所在 一来 让我们有表演的专属 一来 让他们让国地的藝人做练义 观摩 甚至就这个人家 也可以推动到我们这个庙会的文化 这一次的活动受到许多单位的协助 特别是文件会 从593件申请的单位里 审查通过了37件 而征户工的全国议政嘉年华 便在其中 总共有593件申请的单位来提出申请 结果呢 准37件的单位 其中这个庙屋的部分 14件的单位而已 我们所处的台天府非常影响 所以这也是我们过去 古板业会的专家里华 是有文件会给我们困定 除了祭典以及嘉年华的活动以外 征户工也投入了许多工艺活动 让神明的爱心能够发挥出去 这个伯伯水灾 我们的 反正说我们附近赛区 我们也将用廟的资金 然后买一些库物串水 买一些饮料产品 和赛区 给我们这些赛民 因为这是我们库金的赛头 我们的库物 正说是一个资金库 台南市政府 也对全国议政嘉年华 这项活动表达支持 市长也亲自到现场 主持开幕典礼 台南拥有最多的骨气 最丰富的文化历史资产 其中尤其是庙会议政的活动 更是蓬勃发展 这个活动可以越来 越推动之后 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庙会活动 它也可以是一个观光产业的活动 文化创业产业的活动 无论是大人小孩 都为这样精心设计的节目而吸引 一同共襄胜取 就是带大家来看一家 民主机的表演 我觉得今天的表演是我 就是有看过几次里面 我觉得花式比较多的 我觉得他们跳妆都跳得很好 今年已举办第二届的 全国一镇嘉年华 仍是相当的精彩 表演节目都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希望藉由征护工 及政府用心的宣传推广之下 庙会文化得以保存及流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